大家好,我是舅姐姐 快要过年了 所以姐姐我在这里也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福杯满意 然后财运横通 然后发大财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 非常应景过年的好东西 就是发糕 这是过年的时候象征着 今年会发发发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制作咯 发糕的种类非常多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黑糖发糕 所以我们需要黑糖100克 100克左右多一点也可以 因为黑糖本身不会很死甜 所以你可以多加一点点 然后再来我们要低筋面粉 我们需要180克 再来我们为了让面粉吃起来 还会有点Q劲 我们会加一大T的木薯粉下去 增加它的Q度 再来我们就要用最重要的角色 泡打粉 我们需要用大概5克左右 那如果你没有泡打粉也可以用发粉 但是泡打粉比较稳定哦 再来我们加入一点点的盐 让它吃起来不会那么的死咸 所有的材料我们都准备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啦 东西很少 这样子我们好了之后呢 就把它稍微拌均匀一下 这样子我们过筛的时候 它才会均匀 再来换我们的黑糖小姐上场了 我们把黑糖放到锅子里面 然后加我们先用热水把黑糖把它融化 这样子呢才不会到时候糖没有化开 我们总共的水需要210克 那我们现在把剩余的110克的冷水 倒到这个黑糖水里面 把它充分的拌匀 接着我们就要把粉类加进来 我们要分三次来过筛 这样子才不会一次放进去 没有办法充分搅匀 所以我们慢慢的放进去 然后充分的让它拌匀到里面 都没有颗粒为止 那因为我们加了木薯粉 它有颗粒比较粗 没有关心你倒进去的时候 就稍微把它耐心搅拌一下 好观看到这里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妈妈 老婆女朋友还有婆婆 让他们做这个会让你发发发的 发糕来让你吃一下哦 好了我们拌的差不多了 就是这个粉浆拉起来 像瀑布这样子流的状态 就是都OK了 而且粉里面也都没有粉粒就可以了哦 容器呢不拘 只要你家里取得方便 而且好脱膜 甚至是那个一次性的碗也可以 那我们用家里面这个碗 我就在上面倒点油 然后把它涂均匀 这样避免它到时候粘粘不好脱膜 好啦我们容器处理好了 我们现在就要把米糊倒到 我们的容器里面 那因为我这个碗比较大 所以我只能装两个 我以为可以装三个 如果你喜欢弄小小的 你就容器要用小一点 这样它才可以弄比较多 因为我们要装八分满 你不能装太低 它到时候发不起来 所以八分满它刚好发出来的样子最漂亮 好了我们全部装好了 最后我们要在它上面会有一些那个低到的 我们要稍微把它整形一下 让它弄干净 这样子蒸出来才会漂亮 对啦就忘了加油 这个时候想到了 赶快我们再放一些油进去 然后把它充分搅拌一下 不要紧张 我们就这样把它充分的拌匀 把那个油拌进去 千万不要让看出来有那种油跟粉分离的状况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油应该在我们在调粉浆 要调均匀的时候就要加进去 也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加全部弄好了 那我们就让它松弛20分钟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进电锅蒸哦 切记哦很重要 蒸这个发糕一定要热水蒸 不然的话你会蒸不起来 所以我们电锅的外锅加两杯热水下去蒸 外锅热水两杯我们已经加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下电锅的按钮 然后让它把水煮滚 电锅里的水滚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旁边松弛的发糕放进来 但要小心哦 现在电锅里面的水是很烫的哦 不要被烫到哦 这样我们就赶快再盖好锅盖 然后再继续蒸哦 蒸到它跳起来以后就可以了哦 哇 你看看你看看 我们美丽的发糕出炉了哦 是不是也不输给外面的啊 看起来就像外面买来的啊 你看 这个我们自己做成本不到50块 你去外面买这个 现在可能要60、70 在这个万物皆长就是薪水不长的年代里面 如何要让你在过年的时候荷包不要失血过多 自己动手做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哦 好了我们现在来脱模 如果你这样移动它觉得不是很好搬动的话 那我们就拿一个薄的刀子稍微在旁边把它刮一下 帮助它脱模 千万不要用力的拔哦 不然到时候把那个开口笑拔掉了就不好看了 我的发糕里面呢 加了木薯粉 所以吃起来QQ的口感有别于市场上面的 吃起来单纯只是面粉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QQ的口感呢 那你可以加蓬莱米粉 这样它吃起来口感也不错 那么我们今天的发糕影片制作过程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 同时呢最重要要分享给你的老公小孩朋友 还有同事一起观看我的影片来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你拍摄哦 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